民國第一個勢力重劃就是在高雄市 在民國47年第一集的勢力重劃 就是在我們現在坐著後面 高雄後這站 就九龍路四川路跟四立路 這一段在民國47年辦理 經過60年 我們又回到這個地方 來辦理第71集的勢力重劃 我想60年對一個都市的人 它的發展過程沒有很長 但是對一個人的人生 我想大概只有一個努力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地方 來辦理71集重劃 配合鐵路地下化 那更有它更不一樣的一個歷史的意義 那接著我就跟各位來報告 整個60年的高雄市的勢力重劃 在第一集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開始辦理 那隨著故事的一個發展 大概早期的勢力重劃就在綿洋區這個附近 所以在第二集第七集 比較重要的12集15集大概就在這個附近 那其中比較有特殊的地標型的 第12集就是我們現在的文化中心 那第15集就是現在的文藥市場 那其中我還要補充一個第13集 就是現在的九零路的客公館 那個都是我們的勢力重劃區 那隨著整個都市的發展 後來在民國六七十年又轉到三民區的東區 那這個地方就有十八集 裡面有八集 十八之一到十八之三 那大概就是在副領基跟現在的陽明路 還有軍陰路那個一帶 那這個大概就是在民國六十八年左右 那個時候來辦 接著我們就又到南紫區 在民國八十一帶就辦理了南紫的 這就是普通的三十三集重劃區 那三十七集就是宥昌森林公園 那七十二跟七十八十二集 是最近剛完成的東林公園那個 還有台坦德民路那個 七十二跟八十二集 那回到凹茲嶼 那就是我們最有名的 二十五集凹茲嶼重劃區 另外二十九集的菜宮 就是現在的高鐵站的附近 那這一集兩百多公頃 也是所有高雄市所辦理的重劃區裡面 最大的一集重劃區 那四十七集就是微笑公園重劃 那我還要補充的是五十四集的重劃區 那個就是現在的漢神巨蛋 那個都是重劃區所取的一個用程 那後來又回到了美術館 那就是現在的美術館客區 這個地方就是四十四集的一個重劃區 那縣市合併之後呢 我們就在中都地區 把這個雨漏的必須我們做一個改善 那在中都地區呢 這裡有三個重劃區 四十二集 四十八 六十八集跟六十九集重劃區 那縣市合併之後 目前市政府辦理的一個重點 回到了亞洲新灣區 那這個亞洲新灣區 我們目前大概有十集重劃區 有部分已經完工 那有部分正在進行當中 有部分現在正在做環境影響評估 所以這一期是目前市政府在開發一個重點 那在南高雄的部分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的是八十九集的 小港上唐延區的一個重劃 那這個我們都會在明年之前就玩 要玩工 那大概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高雄市的一個私立重劃的發展 我們也可以這麼說 高雄的都市發展 私立重劃 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高雄可以稱為 超級一個創新的城市 最後我們要賦予它一個新的名字 高雄它也是一個重劃的城市 全國裡面 以重劃辦理都市發展地區 佔的比例最高的一個城市 就是高雄市 接下來我就很簡單的問各位報告